最近放假,所以抽出来时间多做几个视频,跟大家多聊一聊 然后这两天简单的看了一下最近比较火的谢辉 跟大家说说谢辉,可能如果新球迷的话 可能对谢辉不太了解,不太熟悉 但老球迷尤其是经常过去90年代,2000年初 经常看假A的,或者是看德蚁 德蚁我估计是没什么人看 但谢辉这个名字应该是不陌生 谢辉他是有一部分的混血 然后呢,踢的是前锋 原来在申花嘛,后来常年是在德蚁的俱乐部里面踢 在德蚁呢,我应该记得他是德过德蚁的最佳射手 不是最佳射手,反正就是前三名的那种 发挥的还不错,但是他的水平呢 始终没有达到德甲的水平 然后在中国队里面,国家队啊 也是属于这个边缘国角 边缘国角,就是在一般的比赛里面是可以代表国家队出场的 但是他提不了首发 因为这个当时中国队的这个优秀前锋实在太多了啊 像什么郝海东啊,宋茂珍啊,李金宇啊,张玉宁啊等等等等 像杨晨,你看他都踢这个在法兰克福嘛 踢是,好歹也是个德甲 谢辉呢就是德蚁的水平 边缘国角 所以这大概就是这个谢辉的他的这个职业生涯 然后退役之后呢 执教过这个南通之云是吧 然后之前有个视频就火了 嘲笑这个上岗啊 嘲笑中超的很多球队 当时这个金元足球嘛 当时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金元泡沫 我曾经就是好几次视频里面就聊过 我说这个这个泡沫坚持不了三年 结果果不其然啊 由于这个疫情一开始 这个导致了很多整个产业直接就垮掉了 所以之前中超吹起来的这个泡沫也就也就没了 烟消云散了 现在所有的球队基本上都是紧一缩失 很多球队呢 他连这个外援都没有了 连外援都没有了 然后还有这个欠薪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只有等潮水退去了 我们才知道谁在裸泳啊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大连人本来就是比较拮据的这么一个这个俱乐部 把谢辉就请来了 谢辉呢 他的这个名场面就是在饭局上啊 就那个被大家呃怎么说呢 就他活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哎 给我压着打 咱们就压着打 进不了球 但是就压力打 你你你摇下那个队 跟我打就压着打 他两个意义叫叫什么徐震 徐震元老师 不在习八个 压着打 哈哈哈哈 懂就没你 对 不得你 来来来来来 我就是要把他冲出来 打出原刀 有个冲出来是吧 结果大连人我们也看到了在中超前几轮吧 六轮比赛还是七轮比赛拿到了九分 有胜有负 但是他前几轮表现的一直非常好 他输的一场没办法 因为那个打那个深冬鲁能 鲁能确实也是这个冠军的热门 而且人家有三个外援 大连人这边 全滑班 真正的实现了这个全滑班 然后在全滑班里面 他肯定是踢的 这个场面是踢的最好看的 踢的有拼劲 然后大家看到了希望 相当于是拿这个中甲的班底去踢中超 本身大连人就是地补 这个后补上来的 他已经是上财季 已经是降级了 结果后补一上来 这个减了个便宜 但是现在发挥的是非常不错 让人感觉 祸人一新的这种感觉 这要感谢谢辉 然后谢辉的 我们都说谢辉的 就压着打 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有这么几个原因 我们都知道这个压着打 说白了就是足球战术里面的高位逼抢 我们看这个利物浦 他就是高位逼抢 做的最极致的那么一个球队 高位逼抢这个事就是什么呢 你在场上踢球的时候 比别人勤劳 就跑的比别人多 强的比别人凶 让对手的时候 就我们踢球 踢过球的都知道 你拿球的时候 如果你身边没有人 就是在那表演的话 你可以随便练技术 练怎么样 这个不叫竞技比赛里面的这个足球 当你真正的在场上踢比赛的时候 对方过来抢的时候 你是会心慌的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的原本的 他练的那些小技术都发挥不出来 所以就是在高压之下的这种比赛 才能叫做足球比赛 高压逼抢就是这样 我通过不断的去抢你 不断的去逼迫你 给你施加压力 让你犯错误 这就是高压逼抢的这种战术 那么普遍的在中超里面 我们的这个战术都是原来有超级外援 外援本身就是一种战术 把外援当成战术 你比如说什么费来尼 原来像这个上港的 恒大那几个 外援这几个四五个外援 加上几个规划 这就是战术了 把球给他们 然后教练给他们布置战术 你们怎么配合互相之间 这是他们的这个战术 那么大连人的这种什么战术呢 我是弱队 我是一种弱队 我靠防守 我肯定守不住你 因为我的球员本身只是中甲的水平 然后你们都是超级外援 我靠防守反击 我没有那么厉害的前锋 我没有超级外援 往前往前面踢 所以呢 我抢到了球 我给也是给自己的这个 这个国内的球员 他水平呢 也达不到外援的级别 你想让他们有一条龙带过去 你说你给个孙星明还可以 你给个梅西可以 但是你就换成那个国内球员 他的水平不够 所以你即便是想打防守反击 你即便是防住了 就是靠堆人防守防住了 你前面没有超级球星 你防守反击也打不成 然后呢 你要想打什么TK他卡 打什么那个传控的 更别想了 这个不是弱队能玩的 如果你这个对手都比你强的话 这不是你能玩的 所以能玩的 谢辉岁他看得很清楚 他觉得他的战术理念 你看他一直是指教这个水平比较低的 就低级别联赛 这是首次啊 大连人这是首次指教这个中超 他把他的战术哲学战术理念 输入到了球队里面 就是什么样的 高位比巧 就是我唯一能做的 这么我能力不行 我的水平不行 我就怎么样 我直接骚扰你 我就给你能够制造多大的麻烦 我就制造多大的麻烦 防守的时候就我 我踢不过你 我还跑不过你嘛 那这就是谢辉的这个战术 而且他本身就是前锋出身 前锋出身他的这个进攻守性 就比较强 看起来呢就好看 他带着球队踢出来的足球 踢的就很好看 这如果要是给谢辉几个好的外援 那我估计就要起飞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大连人为什么能这么提啊 你像其他的这些球队 他为什么模仿不了 像很多强队 你像鲁能啊 像这个什么国安啊 这些 为什么这些球队他不能模仿 大连人 大连人这么提也是无奈 无奈之举 你防防不住 进攻打不出来 我只能比别人多跑 比别人勤奋 相当于这个奔鸟先飞了 我比所谓的其他球队 我跑的比你多 抢的比你狠 我不给你任何思考的时间 我就是抢你 我让你犯错 你犯了错 我抢下来 我就可以打我的战术了 至少怎么样说呢 我即便是中甲的水平 你对吧 你当你慌张的时候 你也是会犯错误的 也是有漏洞的 我就逼你犯错误就行了 我不需要 然后进攻的时候 我打的简单一些 比如说我踢十角 我进一到两个球 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也是谢辉和大连人的一种 无奈之举 无奈之举 你让他打其他的战术 还真没有特别合适大连人的 所以现在 大连人只能通过 不断的高位逼抢 来给自己留在这个中甲这个平台上 那么不得不说呢 大连人踢出了自己的足球 踢出了自己的风采 但是这样一种踢法 如果没有大面积的这个球员 过来进行这种轮换的话 是很费体能的 高位逼抢这种战术呢 你看利物浦就知道了 利物浦在联赛的这个后半程里面 赛程特别密集的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很明显的会发现 他的很多球员 本身你像是萨拉赫这种 非常顶级的高水平的这种球员 他的身体也是吃不消的 这个球员身体 可能会在联赛 赛程过于密集的情况下 如果得不到非常好的休息 可能会出现伤病 可能会出现体力不支 体力不支 不光是说 我踢这个踢机场 90分钟的比赛 我可能最后20分钟 我坚持不住了 还有很多层面上 比如说影响你的这个爆发力 因为休息的时间 你比如说 你像大脸人现在用几个什么 炎香床啊 用什么猪挺啊 这几个都奔四的 35 40的 这样的这个球员 它恢复的时候 很多球员我们看 像什么C螺什么的这些 什么提亚哥斜尔瓦都30多了 35以上了 还在这踢球 还能踢主力 还能踢全场 但是他们可能会需要三天到四天的时间去恢复自己的身体 那如果是20出头的这个小孩的话 他可能只需要一到两天就完全恢复自己的身体了 那这是大脸人需要注意的一点 可以这么说吧 这个第一阶段这么一个比赛 是大脸人积累积分的 这么一个绝佳的时机 那么当面对强队的时候 他们赢面不大 但是面对水平不如自己的球队 或者是水平稍微强于自己的球队的时候 他的这种踢法会非常的奏效 也让我们这个观众 作为观众上来讲 也耳目一新 这就是大脸人为什么火的最大的原因 好吧 感谢观看